接下來要上的內容叫做發酵 發酵 發酵就是利用酵素的催化作用 使有機物的分解過程叫做發酵 發酵是一個比較好聽的說法 一個比較難聽的說法叫做臭生肌 就是臭生肌的意思 只是它臭生的剛剛好 所以你還可以繼續吃 繼續喝 還就是臭生肌 就是臭生肌的意思 發酵 像這些東西酒啊醋啊醬油啊 乳酸菌飲料啊 這些都是發酵的產物 我們就要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講的叫做 酒 酒就是一個含有酒精的酒 又是乳醇 然後有分釀造酒跟蒸餾酒 就是考試喜歡問的問題 好 那我們再來說 釀造酒就是把一些水果啦 骨類啊 放在那個密封的環境啊 透過一些酵素的作用啊 產生酒精啊 像啤酒紹興酒 所以這兩個方程式看一眼 葡萄糖透過酵母菌的作用 產生乳醇跟二氧化碳 第一件事情 它需要癢嗎 這方程式有癢嗎 沒有 不用癢 所以你看在蜜蜂的環境裡面 它不要有癢 有癢反而會糟糕 當然我們就知道 然後所以呢 第二種它產生什麼東西 二氧化碳有氣體 你可以從兩個東西裡面知道它會有氣體 一個叫香檳酒 一個叫做啤酒 啤酒 打開會冒泡泡 香檳酒打開冒泡泡 因為香檳的作法是 把那個瓶子裡面放在酵母菌 然後倒叉放在上面 然後讓它反應 然後最後產生香檳 所以裡面有二氧化碳 瓶子一打開壓力一掃 好 哼就衝出來 衝出來的有一些效果 叫做歡樂的效果 嗚 好開心喔 再來就是會把那個 當初死掉的 在死在裡面的酵母菌給 衝掉 把它衝 把它衝掉 把它衝掉 所以 好 所以 你可以知道從這兩個酒 就知道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化碳 OK 它不需要癢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方程式看一下 那麼酒 蒸餾酒就是把釀造酒再蒸餾 煮一煮 然後跑出來 蒐集起來就要蒸六氧 傳說呢 蒸第二次的 那個酒的 最好喝叫做二鍋頭 二鍋頭 二鍋頭 好 那我們實際上的狀況是 他們會蒸出來 他們可能會蒸第一次 蒸第二次 蒸第三次 這不一樣 所以叫有一個調酒師 把它的比例 配一配 調一調 喝到一醬汁的味道 就長這樣 變成真的會在賣出去的 不然的話 你蒸第一次跟蒸第三次 那個酒的狀況是不一樣 不一樣 OK 蒸六酒 OK 那麼考試的時候 喜歡問一個問題 問說 下列合者 這個是什麼酒 這個是蒸六酒 還是釀造酒 第一個 你懂酒 你就明白了 你不懂酒 大致上猜一猜 比較好猜的方法是 通常釀造酒有顏色 就是你那個果皮色素的顏色 骨類的顏色 那那個原住民的那個小米酒 就是白白的 混混的 混混的 通常釀造酒有顏色 然後蒸六酒通常都沒有顏色 因為它是煮蒸發出來 收集下來 所以沒有顏色 白酒 透明的 只有兩個例外 一個叫白蘭蒂 一個叫威士忌 白蘭蒂跟威士忌是蒸六酒 可是它看起來是橙色的 咖啡色的 合色 原因 因為他們的做法 它要放在橡木桶裡面 收集完之後 把它裝到橡木桶 然後把它收 然後把它放著 擺一段時間 所以會有什麼三星白蘭蒂啊 或者是VSOP啊 SO啊 就指了它在橡木桶放的時間 它要去吸收橡木桶的日月精華 然後就會變成那個顏色 所以理論上是放的越酒 這個酒就越高級越好 拿出來的時候就沒有用 平常講那個酒越沉越香啊 為什麼之類的 可是一瓶SOP的酒拿出來 你擺個十年也不會變成SO 因為它沒有在橡木桶裡面 所以白蘭蒂威士忌會有顏色 是因為它吸收了橡木桶的日月精華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有顏色 不然通常蒸六酒都是透明無色的 透明無色的 所以考試問你說誰是釀造酒 誰是蒸六酒 一個簡單的方法看就是 它通常有顏色的就是 釀造酒 蒸六酒通常都是白色透明的 白酒沒有顏色的 但是白蘭姬跟威士忌是例外 還有顏色 然後呢蒸六酒因為蒸六 然後呢 酒精的費點比較低會先跑出來 所以蒸六酒的 酒精含量比較高 就是含量比較高 好 像啤酒大概只有4.54 5之間而已 那你聽過那個賣高湯酒廣告 什麼58度啊那個 那個就差很大 差很大 當然我度就當我要教的東西 就這個 酒的裡面的酒精含量是用體積百分濃度 我們前面帶過了 就是 100毫升的酒裡面 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單位叫做度 一度的意思就是 百分之一 100毫升裡面有一毫升 以酒4.5度 就是 100毫升裡面有4.5毫升的酒精 這個 有人會考計算 很簡單算 就說 我是百分之四的 酒 我喝了600毫升到肚子裡 請問你喝了多少毫升的酒精 百分之四就是600 一乘以百分之四 就是24毫升 就是20毫升 好 那如果你是58度的高粱 喝100毫升什麼意思啊 你就喝了58毫升的酒精到你肚子裡去 就是58度 就是度的意思 沒有度 好 20度 20% VOL 就是看一下 這個有人會考計算 就是酒的部分 酒的部分 最主要就是希望你分清楚 有釀造酒跟 正六酒 要知道 正六酒的酒精含量比較高 然後同時 要會做 體積百分濃度的計算 基本上跟過去的重量百分濃度一樣 不過基本上 我們不太會在這裡考你什麼混合啦 稀釋啊 這種題目 那都是以前考過的 所以這邊問的都很簡單 就是你喝了多少的酒下去 表示你喝了多少的酒精 應該是更容易的部分 OK 這就是有關於酒的部分 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很好 好